年关将至冬至到来 家家户户搓汤圆 庆团圆 社会角落的孤老却只能独自过节 为了让弱势长辈不感到孤单 华山基金会邀请达兰部教会 张银美牧师以及长老 一同到复理厢 谎阿公的家中 储就不新 协助环境清扫贴春帘 并陪伴长辈过冬至吃汤圆迎接新的一年 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长者一起吃汤圆 现场温馨又温暖 却是华山基金会邀请达兰部教会 张银美牧师以及长老 一同到复理厢的黄阿公家中除就不新 协助环境清扫贴平安帘 并陪伴长辈过冬至吃汤圆迎接新的一年 有熟吗 70岁的黄阿公离婚后没有生孩子 无依无靠生活了几十年 华山基金会也从2016年开始提供 道载房市 物资协助以及年结关怀 这场活动陪伴长者过冬至之外 牧师以及长老也献唱诗歌为黄阿公祈福 希望今年到12月31号很开心的过 把旧的不好的晦气 难过的 伤心的 讨厌的都给它递掉 明年是一个新的一年 华山基金会深耕在地服务 长期到宅照顾弱势孤老 而每年年中都会募款让服务的孤老能够吃到爱青年菜 现在正在进行第二十届爱老人爱团圆公益 花年13个乡镇市服务近1200位的孤老 认住却只有三成 距离春节只剩下一个月 需要各界响应支持 邀请社会大众认住爱青年菜 记者高松松 副理商采访报道